2020年2月 当时的赖清德当选副总统后 参访华府和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开心合影 还有会谈侧拍 气氛融洽 如今传出赖清德可能以副总统身份 再度与裴洛西谈话 我国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新任总统就职典礼 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 1月25号启程 先抵达美国洛杉矶停留一晚 27号飞往洪都拉斯 回程29号过境旧金山 一样待一个晚上 之后回台 而赖清德接种三剂高端疫苗 外交部已经和美方专案协调 无需接种其他疫苗 将采专机 专车 住宿专属楼层 用餐也有专用包厢 在美国的一切会晤都采线上 加州众议员刘云平曾在2015年与蔡英文会谈 传出这次除了佩洛西可能和赖清德视讯对话 台湾出生的刘云平外婆是台南人 和赖清德更有地缘关系 也被视为渴望线上会晤的当地政要 很有长期有台的韩裔众议员金印玉也被点名 而总统府也宣布 当地侨领也将和赖清德视讯会面 传出旅美医师林荣松 曾在洛杉矶接待过赖清德的民进党 美西党部主委杨婉柔 以及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银行家田一鸿 都有可能线上接待 最有可能的对象应该是这个美国众议院的院长佩洛西 直接展示说其实美台之间都会充分的利用 这个相关重要官员的过境的期间来进行更充分 而且这个完整的一个沟通 赖清德被视为2024接棒总统可能人选 也是上任副总统后首度出访 过境美国虽然改采视讯会谈 但也让会面层级更有弹性 好刚刚看那个网友留言 有人说我当台北市长比谁都好 但是我算不定了 因为当台北市长要选举 好赖清德这次的行程呢 其实说实在满铁人的 因为他前后大概只有五天的时间 但是回来之后要隔离14天 再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其实满辛苦的 总统府有讲说 他会过境的时候 会跟美国的政要做视讯会议 张端涵是讲说 驻美代表处跟相关住处 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 安排赖副总统跟美国政要 进行通话或视讯会议 也会跟洛杉矶跟旧金山的 桥界领袖进行视讯的互动 那美国国务院不具名的发言是说 赖副总统过境属于私人非官方行程 担任处理美台非官方关系的 AIT主席莫健会在加州迎接他 类似过境行程是出于 对乘客的安全舒适便利与尊严考量 也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 AIT主席莫健 包含美国众议院 众议员致函给副总统贺锦丽 呼吁他跟副总统赖清德 在红国会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当然就keep up put up 民进党当局借由所谓的过境美国 图谋美台双方接触 寻机进行谋毒操弄 是其以美谋毒的一贯伎俩 关你鸟事 发事 对 所以玉慧 这次会跟谁见面 非常重量级的 应该是贺锦丽 我先破梗 因为美方是确定 应该是派了 就是贺锦丽当特使 对 贺锦丽那会去 那其实我们来讲说 这次赖副总统他出访 那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我觉得巩固邦宜 特别是这一次 在宏多拉斯新任总统选出来之前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 本来这个新的总统 好像准备要跟中国建交 那在选举的时候 这也是他的政见之一 那可是呢 后来在多方的斡旋之后 我讲多方斡旋之后 那结果呢 后来他就放弃了 他在这个当初 他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 他说他当选了以后 要跟中国来建交 跟台湾断交这件事 而且呢 在他就职大典 还邀请了台湾的副总统 应该是邀请台湾 然后台湾我们这边的这个 就是由副总统来担任 这个整个台湾的代表过去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巩固邦誼 这个是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在 中国是在 现在面对全世界 这么强大的压力 不管是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日本也好 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 那他们一直在挖台湾的墙角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你可以看到 宏多拉斯目前的一个状态 那台湾能够由 赖副总统来代表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成功的 外交的初级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美国派出的 这个代表是贺锦丽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是代表的是 现在全世界 那他们如何来看待台湾 他们看待台湾 因为他们知道台湾 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因为我刚讲了嘛 宏多拉斯 他们一直想要 他们是中国 前一阵子不是有宇加拉瓜吗 他们是一直想要去 挖角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美国发现 或者全世界发现说 台湾在面对中国的第一线 中国的一举一动 或者是中国到底 是在想什么东西 其实台湾是最早知道 而且台湾是最容易 最清楚知道中国的思维 在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都还没有任何动作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台湾可能我们就已经警觉到了 所以甚至于 我们就已经被中国攻击到了 所以基于这样子 他们认为说 全世界现在在蔡英文 2016甚至于到2020的第二任 全世界之所以把台湾的国际地位 提升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最主要就是台湾在地理位置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 还有台湾站在面对中国的第一线 台湾坚决反对中共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 过去其实台湾曾经损失过一个邦交国 那个邦交国叫做所罗门 大家还记得吧 那我记得好像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曾经讲到说 所罗门那个时候美方有多么的着急 美方其实他跟我们的 我们当时是几个地区有一位大使 那美方也是派了一位大使 他们希望能够去把所罗门的情况 赶快的挽回 后来很不幸的是所罗门还是跟台湾断交 那断交同样也是在中国的 这个可以说是利诱之下 那跟中国建交 那美方就发现 因为他跟中国建交以后 对于澳洲 那对于南太平洋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甚至于纽西兰 这些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美国从所罗门这个事件 他更加的发现说台湾在地理位置 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重要性 更是不能够偏废 所以所罗门你知道他跟中国建交以后 中国甚至于在那边去盖军港 所以这个对于所有的自由世界来讲 影响是很大 所以基于以上的三个理由 你就知道说赖金德副总统 这一次他的出访 不只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可能是在过年 对于赖副总统的出访 那我们当然是寄予高度的一个期待 可是这个世界上面是如何来看待赖副总统的出访 这个其实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 跟高度的外交的意涵 这是绝对是台湾在2022年一开春以来 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这是国际上又再一次的肯定台湾 值得我们所有的台湾人为自己来鼓掌 其实宏都拉斯我去过两次 以往就美国的惯例来讲 宏都拉斯不是大国 应该严格来讲算小国 通常这种规模比较小的国家 他们的总统就职典礼 美国不会派到副总统这么高的层级去参加 所以美国这次派副总统贺锦丽去 当然有他的用意 就打团体战 把台湾拉成团体战的一部分 当然因为另外一方面也代表说 美国对于整个宏都拉斯这个国家的重视 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的解读 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解读 那对于赖副总统来讲 这是他当选之后第一次出访 是个挑战 也是个机会 至少如果说他真的有意选 2024总统的话 他比其他可能的人选 他是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那我们继续看 就是台湾在拼外交的时候 中国就开始keep up put 最近不是他们在 中国不是在对付立陶宛吗 那就有人问 说中国因为不满立陶宛跟我国外交进展 把立陶宛中国使馆降级为代办处 不过却没有走到断交这一步 法国人媒体就询问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这很有名的很沙野的 卢沙野 说是否因为怕欧盟反应呢 卢沙野连忙跳针回答 不是害怕的问题 而是希望立陶宛重回坚持一中原则 立陶宛从头到尾没有说他不遵守一中原则 好那这个印度空军的脸书披露 空军司令雄后机出席印太军事会议 这个视讯会议很多框 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雄后机 之前有一次是美国主办的 还出现我们的国旗 我记得 然后再来 斯洛维尼亚称台湾是个国家 因为他们的总理杨森 说他们现在正在跟台湾 在讨论要不要设代表处 中国炸国喊强烈反对 斯洛维尼亚总统杨森杨萨 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 正在与台湾恰谈互策代表处 更以国家称呼台湾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就说 我们对此深感震撼强烈反对 所以严峰 中国现在除了这样子叫一叫之外 好像他也对于台湾的 我们用多角度的多元化外交方案 好像也没辙了 其实他们常常在炸锅 我也呼吁他们锅子赶快换一换 因为常常会炸掉 动不动就看到新闻媒体说 他们在炸锅 其实最近除了立陶宛 对我们这样子友好之外 我们提到就是说 这个斯洛维尼亚 其实它也是中欧的小国 它的国家的背景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也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国家 他早期也是历经过战火的试炼的 尤其是他是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之前 所以他们深知这个苏联共产体制的可怕 所以中国用这样子威胁 然后就恐吓的方式 看起来对他们的这个总理 杨萨先生是完全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他就是一个大概人口数200万的国家 200万的国家大概就跟我们台北市也差不多 所以他们的这个国民的这个凝聚力 看起来是非常就是有共识 然后也非常的高的 也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个炸锅 而去影响到他们就是想要走的方向 那看起来就是说立陶宛 他当初跟我们台湾就是说 互设这个经贸代表处的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他在欧洲国家 或者在一些小国战狼外交的一个破口 所以他当初为什么那么的紧张 他对立陶宛就是要很强制的去恐吓他说 你们所有的这个经贸的往来 我们要制裁你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说 让跟台湾合作的这些国家 能够有一个恫吓的效果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无效的 要不然其实最近纽约时报 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报道 北京他这样子对台湾日益的这个强硬 其实对于加强 反而去加强我们台湾人的这个意识 最新的调查 其实现在2350万人里面 已经有高达六成以上 对我们台湾这个国家的认同 我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这个比例 是1992年的三倍以上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反中 认为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样子的共识 已经不只在台湾 其实是在国际上面 很多的国家也都这样子认为 那加上我们就是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台湾的经济的表现 也是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看得到的 那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样子的 一个国际上面的曝光的机会 让我们台湾能够迈向国际 对! body 能够太绝独却